很特別哦,這粒! 這粒,你看,長的,剛剛從樹架跌下來 這個形狀很特別,這個榴槤很漂亮,很清! 很特別哦,而且還很特別! 這個,這可以開給大家看啊,裡面是怎麼樣啊? 可以嗎? 可以開啊! 今天我們又上山收榴槤 但是咧,今天我們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可能我們過不到,去收不到山榴槤 你看,看到嗎? 整條路,整條路被封掉,倒泥,在那邊 全部倒下來,所有榴槤都在那邊,等著我們去收 這一次就夠力,非常煩惱 這樣的情況我們看要想辦法開路 或者是倒頭,或者是走另外一條路 怎樣?有什麼想法?要怎樣過? 砸嗎?砸嗎?砸嗎? 砸嗎?沒有帶到 包藍刀來,沒有帶到包來 沒有用鋤頭來破路 看這樣子能夠破的破沒有 哇,賴很多啊 根本破不到這條路 現在他嘗試直接過 我覺得不大可能可以過 但是沒有辦法 一是回頭,二就是前進 唉,隨時我們看一看 窩窩窩窩窩éc 虐种 终于来到了原著名的部落了 现在又是开始 挑榴莲 和找一些好吃的山榴莲 来- 看 你看看这边 很多 我们准备了这样多 这些全部还没有挑的 这些还没有挑 这些还没有挑 要挑一些好的美的出来 这粒很好 这粒不错 有点像毛山王是吗 但不是来的 不是毛山王 这是普通的 这个比较小粒的 这些比较小粒 这个有点重 这个有点重 这个很轻 这个可以 你们挑了的榴莲 你们收了的榴莲 会在哪里卖 在宜宝 比给什么人 马来人华人都有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有 你一天这样可以收 在这个原住民的部落 可以收多少公斤 1000公斤 大概一吨这样 大概一吨这样 每天 嗯 等下我叫他们两个 挑一些好吃的榴莲 开来 开来看 开来吃 看美不美 然后叫他透露 他的榴莲当在哪里 这多少公斤 这个51公斤 这个还没有老板 24 这个24 是 米种 哈 种子种的24 这里的榴莲都不是特别的名种 不是用种子种的以前他们原住民 大约这个部落大约是在1976年移植下来的 大约是在1976年 从不同的森林里面移到来这一边 那么他们的榴莲呢 有的是在这一边种的 也有的是在他们的老村 老村的三榴莲大概是 60多年到80多年之间 他们的提供的资讯 所以 这边的榴莲 要有的好吃 有的 不太好吃 要会挑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吃好榴莲 就靠老板他们挑 这里好烈哦 这里很漂亮 蛤苦辣 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他们已经很熟悉 也是认得出哪些榴莲好吃 但是如果真的要挑到非常非常好吃的榴莲 数量就没有这么多 这些榴莲全部挑了的 可以保证全部都很好吃吗 品质ok的很好吃的 他们有很多品种很多味道 但是比名种就差一点 因为这些都是10多块的榴莲罢了 名种要几十块一粒 几十块一 kilo 这个三榴莲它的味道很浓 还有可以试到很多味道 嗯 像它的肉啊 它那些肉是 黄的 也有白的 对吗 它最重要是味道 味道很够 很浓 好像这里 苦的 这里 嗯 这里是苦的 这里是苦的 哇 哇 好 这里呢 这里 这里有点像24 哦 这个是24 他们帮 吃了那个种 是 它的种子 米苏 哦 用种子种的 不是接驾的 不是播种的 哦 很香 所以等一下我们开来看这个 等下我们开来看这个 有没有像24的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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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这个是真正的老板 这个就是 真正的老板 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字 阿龙 阿龙啊 阿龙你的榴莲一般上是批去哪里 鱼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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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又来有一车 又来有一车 哦 有排跳啊 这一轮 哇 这一轮又来一车 哇 现在又要挑 又要挑了一篮 也是有人定了的 好 来 现在我们开 这个 刚才看了的 24米种 哦 肉黄 肉很黄 哇 很美啊 嗯 看熟吗 哇 也是熟的 很好 来 试看它的味道 ok 很美 味道很浓 开开开开 我要吃我要吃 再开另外一盘沙 哦 这个就是米种24 它带一点黄 带一点黄 这个黄肉的 王肉的24 不错 哦 哦 哦 这个就是刚才开的 现在我看 吃下 看它是什么味道 嗯 它的味很浓 但是它没有 第24的苦 它没有 它是比较偏甜 嗯 它果肉是这样吃下来 种子不会很大 它的种子不会很大 它不像已经结架好的 二十四那么苦 没有 这个没有 就是甜 是包啊 这里怎么样 这里过重 不能啊 不能 嗯 这里呢 这里很美 但是没有味道 刚叮 味道还没有出来 诶 给它看看 看 哦 是哦 咖啡哦 很轻 这个柳仁酱大粒 但是味道还没有出来 诶 这里不错 很特别哦 这里你看 长的 嗯 刚刚从 树跌下来 这个 这个可以开给大家看啊 里面是怎么样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开啊 嗯 这个柳仁是熟的 嗯 很容易就下了 哦 熟的哦 啊 不用砍 一按就下了 它肯定熟着柳仁 虽然是刚跌 哎 好像有点黄啊 肉 比较浅黄 嗯 看到吗 熟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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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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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嗯 这个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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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榴莲就是这样子 你看 它们很难开 有时候 嗯 但是味道是一流的 看了味道怎么 嗯 这个是甜 带草草枯 嗯 胃枯 很美 肉很大包 肉很满 嗯 这个不错 又有狗湯不错 又一粒啊 这里没辣 蛤 这里很漂亮 这里榴莲 这里榴莲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像吗 很像 味道很浓 等下开啊 嗯 看看它的吃 刚刚跌的 哦 这刚跌的就是 嗯 嗯 这边只挑到一粒 看到很美 我们要试一下 开它的榴莲 看漂亮不漂亮 ok 我看到应该这里榴莲很美 嗯 好 等下我们开 收入锅 好来 开始 嗯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那个好吃啦 嗯 现在我们才开 有没有香味出来 有香味没有 哦 干包 干包啊 有没有黄肉 是不是黄肉 嗯 黄肉的这个 这个黄肉啊 嗯 黄肉的这个 有香味哦 嗯 很香 嗯 香了 嗯 熟吗 熟 好来吃 看哪一个好吃 哇 什么味道 很难讲这个味道 开始是甜 后面是苦 嗯 看哪种子 大粒还是小粒种子 哇 小种子来到这个 这个不错 再看 看这包肉美不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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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咯 哈哈 这个我吃的 橙色的肉哦 这个 嗯 你吃 刚才到现在你吃了几包哪一个好吃 哪一个是最好吃的 啊 每一个都有它的不同 这个很好 这个 这个是最好吃的 它开始是甜 然后吃了过后味道是 带苦的 嗯 这个美美啊 对吧 啊 嗯 啊 种子很小 这个 它种子很小 它露很多 嗯 真的露很多 哇 后面哪一个口 后面口 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三个榴莲 一个是怪形的 一个是 第24种子种的 还有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吃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吃 三个 三个都有它的不同 三个都有它的不同 第24的味道是带甜少少 嗯 这个是苦中带甜 嗯 OK 你选哪一个是最好吃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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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